强功八八节以及中秋节的商机台中休闲美食展在世贸登场 邀集百街美食与伴手里业者来展出 其中也有网络多家有政府背书的台中十大伴手里业者参展 现场打出展场限定优惠吸引买气 另外食药署也涉探未来宣导 透过知识关卡传达正确的实案观念 走进展场被各种的香气所吸引 有各式各样的太阳饼皱干皱松 或者是人气饼派甜点 台中休闲美食展网络100家的业者在世贸展出 提前抢功八八节跟中秋节的商机 有几大特色展区 包含台中市高饼烘焙主题展的展区 有25家高饼烘焙的业者 就是做中秋的注销展手 另外还有台中市公测会 有规划严选了10家的台中市十大伴手里的业者 另外劳动部劳动力发展所集结的15家 非盈利组织 就是透过创意推广在地的农特产品 这次网络的多家有政府背书的台中十大伴手里业者参展 像是老字号的高饼名店就主打Cuso版的爸爸派 将五种口味的甜派与目前最夯的英雄人物 还有季节水果来结合 为辛苦的爸爸们加油打气 真的是主要是针对男性设计的一个产品 像是里面的拿铁牧师跟河果 吃起来是非常有一点浓郁 可是呢又因为咖啡 所以你会觉得说哇 你吃起来的话那个咖啡香气会一直跑出来 那里面还有设计一款是巧克星兵乐 因为这一款是特别给爸爸的 那要成为爸爸之前你总要有小朋友 所以这个巧克星兵乐是给小朋友的 然后里面还有红豆芋泥是我们年度卖最好的派 我们这一次有买市送乐 现场买市送乐 另外的话还有父亲节现场预购 就是限折一百元 然后另外还有打卡就送招牌红豆派 是限量的哦 现场也是中秋节的半首里市场大战 台中的太阳饼以及主推纯鲜奶制作的翠饼 也都纷纷推出礼盒组来强客 翠饼是纯鲜奶做的 完全没有加任何的橡金色素防腐剂 那这个饼干原本是甜筒杯 我们把它做成像蛋卷的形状这样子 那这个得过两次的台中十大半首里 那这个每个月饼里面都含有很多颗的物鱼籽 野生的物鱼籽很特别 这些是烤牌可以让你选一下说是物鱼籽 跟着关注学食安的各项知识 这是由食药署涉摊 透过各种的知识关卡 来传达正确的食安观念 也让消费者学习做美食的主人 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记者联合话台中采访到